夏天是属于海滩的季节 今年由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举办富贵临门创意建走 将在这个月底7月30号下午4点半盛大举行 建走路线从白沙湾游客中心开始 沿途行经婚纱广场 附基渔港富贵角公园 富贵角灯塔 最后到丰艺术营区 沿途是壮阔无边际的海景 终点战丰艺术营区 更将举办露天音乐会 邀请到金曲歌王沈文成 要来陪伴游客吹海风听音乐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 除了规划五公里的建走 非常适合亲子游 那活动的路线是从我们白沙湾沿路 走到我们这个富贵与港 然后到富贵角灯塔 到最后会到我们富贵角的风艺术营区 那在富贵角风艺术营区的话 我们会有这个创意的市集 还有彩绘的风筝的一个体验 今年是富贵角灯塔开放民众参观的第一年 因此北关处特别为这一座最北端的灯塔 加开一个公车站点之外 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行程与活动 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游客 一起来见证这座台湾最北端的灯塔之美 那另外我们也跟台湾关巴合作 那由大正台湾关巴可以有北海岸的一日游 然后晚上可以来傍晚的时候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剑走 那晚上参加我们的基北音乐会 北关处表示除了30号的创意剑走活动 7月31号还有彩绘风筝DIY的活动 集合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 要在北海岸的蓝天编织出 一件专属于天空的风筝彩衣 还有来自三居石门金山万里四区的 友善无独耕作农家的富贵角生活产业事迹 要让来到北海岸的游客 在壮阔的海景中 也能看见地方产业的精致与活力 记者 廖平函 时尚门 采访报道